我是王炳中,王炳中来了 我是王炳中,欢迎来到王炳中讲台 为你讲台海,讲台湾 最近我们看到有一则消息 有许多关心台湾问题两岸关系的朋友 应该也都会关注到 那就是孙雅夫先生 他在接受大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所经营的这个叫做看台海 这样的一个网络号的访问 那么在看台海的这个专访里头 孙雅夫先生也就是信任海协会的副会长 在过去担任过国台办副主任的孙雅夫 他有一段谈话 直接直指 那就是他预测 在今年下半年即将登场的是中共的二十大 那么他认为在二十大 那么势必呢中共中央对于啊这个对台会有一个新的战略 以及新的部署会提出 尤其孙雅夫先生的他特别啊 点出合统与武统是不能够把他们对立起来分割开来来看待的 合统与武统呢 其实呢是相辅相成 那么一体两面的关系 这个讲法呢 还是我自己观察 大概大陆呢 具有官方身份的人 那么在对台方面呢 应该算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表述 直接把合统与武统呢 是把它表述为互为表里 那么互相依偎 不能够割裂开 更不是对立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孙雅夫先生这样的一个最新的讲法 我们该如何来看待 我认为呢 大概有几个面向的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面向啊 就是大概经过了从2020年蔡英文817万高票连任当选之后 那么大陆对台的各个部门对于台湾问题的认识 以及要采取的这个战略方针的开始禁区统一 大概呢 从2020年以后 我们看到几个对台的主要部门 当然最强硬的呢 就是军方 那么解放军呢 在过去呢 进行一些军演的时候 就算是其实针对台湾的情势 而做一些这个军演的动作 但是呢 都不会直接承认说呢 这个就是针对台湾 但是大概你看到这一两年来呢 解放军已经不再去避讳这样的一件事 那么直接呢 透过发言人出来告诉大家 就是针对台湾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还有干预台湾问题的这个境外力量 这个可以说呢 已经是非常的清楚 那很针对性啊 就是我就是要对台湾啊 来展现我的实力 所以进行各大的这个军演 尤其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看到台湾当局陆委会 那么特别呢 做了一个所谓批评 就说大陆的军机呢 三不五十进入台湾的所谓空域 那么解放军呢 也完全没有在客气 也不回避 那么直接承认啊 这个我就是进入你们台湾 所谓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而且呢 解放军还说啊 这个解放军空军战机呢 真的来到台湾周遭空域的 架次这个数目呢 和台湾当局所公布的数目相比 只会多不会少 意思说啊 你台湾还算少了 所以这个是军方的态度 那么再看到外交部门 外交系统的这个态度 那么在过去一年呢 我所观察到的是特别强化 一个中国的表达 在过去呢 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 尤其是美国啊 把它讲成是叫做一中政策 那这个一中政策呢 其实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呢 它已经离原本的含义呢 是越来越远 那么美国呢 将一中政策啊 加上了很多的诞书 包括加上了这个台湾关系法 甚至加上了所谓的六项保证 乃至于从特朗普时期呢 开始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呢 跟台湾有关的法律 现在通通的都变成了 是这个所谓一中的诞书 那过去一年大陆外交部门呢 就特别要来修正这样的一种 越走越远的啊 这个啊逆势而动的发展 所以大陆方面呢 现在强调 所谓的一中一个中国 就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且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 中国的合法政府 这个是在外交部门 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强硬 再来最重要的当然呢 就是台办的态度 那台办的在过去呢 大概都是扮演一个呢 相对还是比较啊强调会台 为台湾人民服务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在去年一整年 我们看到台办的花了很多时间 包括过去的都是说 要怎么样开放台湾的农产品 怎么样给台湾人民很多方便 现在呢反而是强调呢 这个台湾的农产品呢 有很多违规的部分呢 就要依法的来做相关的这个审查 乃至呢禁止输入大陆 那么还有就是对于台独 顽劣分子台独顽固分子 他们在统一之后必须要纠责 那从现在开始 其实呢 对于相关这些台独顽固分子的家属 或机构或企业 其实就可以来与制裁 这个也是在过去一年呢 台办开始强调的内容 那么还有呢 当然就是台办的两位副主任呢 分别都提到了在统一后的治理问题 那么也强调在这个统一之后呢 那么相关的财政呢 要用于啊 就是这个台湾的名声支出 那强调说统一以后呢 能够让台湾人民呢 过上更好的日子 那么最后呢 就是在2021年的年终记者会 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 那么他预言了在今年2022 这个相关的斗争形势呢 只会更加严峻 并且呢 指出了在2022呢 是一个要粉碎台独分裂图谋的一年 那所以呢 我们看到对台的各个部门呢 现在都转趋强硬 那本来呢 具有这个大家认为说比较温和色彩的 比如说台办 又或者是像前段时间 我们王炳中讲台的节目也谈过的 那就是汪毅夫 他是这个现在呢 这个担任全国台湾研究会的会长 过去呢是这个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的这个会长 也是这个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台盟 相关的这个领导人 那汪毅夫先生呢 过去给人的印象也是温和派 但是呢 他在前一段时间呢 才指出 现在呢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只要是这个反对统一 比如民进党党内呢 这个顽固的台独主张者 或者是国民党里头也有顽固的反共人士 那么他们呢都应该被列为是反动派 都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呢 原本传统温和的 现在呢也转去强硬 那么孙雅夫啊 我们刚刚一开头所讲到的 现在呢 指出合同与武统 不应该是对立 而是相辅相成的孙雅夫先生 他目前的职务呢 是海协会的这个副会长 那我们知道 其实海协会呢 在过去一直被认为呢 是所谓的白手套 严格讲起来呢 他被定义为叫做这个非官方的组织 当然他其实背后呢 都是官方色彩的人来担任 这个海协会的相关负责人 不过基本上还被定位为呢 是处理一些事务性的事 所以像结婚啦 政见的认证啦 两岸相关 民间的许多 这个事务的办理啦 或者司法互助啦 这个共同打击犯罪啦等等 那原本呢 感觉起来这个海协会应该是政治性的 相对比较低的 但是现在啊海协会的这个副会长 孙雅夫先生都谈到了武统与合统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其实孙雅夫先生所强调的就是武统和合统都是选项 那么既有和平谈判的选项 既有和平谈判的可能 同时还是有武力统一的可能 用孙雅夫先生的原话呢 叫做和平谈判统一如果不成 那么还要武统啊 就合统的谈判如果破裂 还得要武统 这是孙雅夫先生的原话 那我个人呢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诠释 那就是呢 我认为说 其实啊 如果没有武统的能力和决心 那就根本不会有合统的实现 也就是说光有武统的能力还不够 还必须要有武统的决心 那么同时具备有武统的能力和武统的决心 才能够来保证合统的发生 那么我们再换句话来说 那就是如果今天没有武统的能力 没有武统的决心 这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不存在大陆武统的能力和决心 那就根本不会有合统的发生 合统是不可能 在没有武统的能力和决心的情况下 所谓寄望于国民党了 或者是美国会自己放弃 对台湾问题的干预了 又或者是等到大陆的能力呢 自然提升了之后呢 台湾就会归附了 我想这一些过去认为说 对于合统可能会水到渠成 会自然发生的幻想 可以休矣 如果今天没有武统的能力 没有武统的决心 那是根本不会有合统的发生 所以在我来看呢 合统与武统 你可以说呢 叫做互为表例 也可以说 其实它就是因果关系 有武统的因 才有合统的果 而这呢 其实也就是历届 台湾的各大民调 早就告诉我们的现实 那就是如果今天 没有任何的压力的情况下 台湾呢超过七成 要的呢 都叫做所谓的维持现状 这个维持现状 其实就是台独 因为呢 它会继续做事 台湾岛内去中国化 它会继续做事 民进党当局实际上 不断的加深毒化 那么最后呢 所谓的天然毒 一个接着一个出生 那台湾岛内呢 其实所谓维持现状 就是务实台独 所以除非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有合统发生呢 那就是过去民调呢 也已经告诉我们的 如果一旦 今天大陆把武统的能力 和武统的决心 都拿出来了 都展示给台湾人看了 台湾人明确感受到 武统的能力 和武统的决心 都不是假的 到那么一天 那么台湾人民呢 超过五成 都告诉你说 那我们就要和谈 所以这 其实就是很多人所讲的 所谓武统开始 和统结束 其实呢 道理就在这里 我想孙雅夫先生 今天呢 他从过去呢 说啊 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呢 他已经也讲过 就如果一旦呢 这个武统发生 必然是台湾岛内的 台独势力 和境外的这个 外国干预 台湾问题的势力 所逼迫 才会武统 这是在去年十月份呢 孙雅夫先生所说 那么这还是停留在一个 比较被动的表达 就是武统呢 是被台独和美国所逼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 2022年的元月份 孙雅夫先生再进一步 说本来 和统和武统 就是一体两面 就是互为表里 这从原本呢 只是被迫 被动 这样的一个表达 上升到了 主动的战略部署 我想呢 如果我们讲 二十大 有对台的一个新战略 新部署 那么孙雅夫先生 应该已经先行的 给我们预示了一个 未来大陆 对台会调整的 新趋势 今天晚不中讲台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也会说到这里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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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车